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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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议会720个议员 是从各个国家按照一定比例选出来 结果以法国 德国 比利时 荷兰 意大利为代表这种保守的势力 一下拳起来 法国跟德国比较突出 德国还好一点 德国总理呢 他现在多少保住了一点点 但是法国就比较惨 法国基本上把马克龙打的就是回到他妈的怀抱里 就打到这份上 而反对他们的都是反移民的 他明确就讲反移民 像荷兰的新首相 那个如果按照美国 就北美的说法 有人应该会告他搞不好 种族歧视呢 他可能会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爱咋咋就这么回事 就像川普说的 我要上台 两千万全给我滚 全出去 他这么个说法 这个说法在所谓的一些民主框架中 我只能叫所谓的民主框架中 是非常非常凶的 非常凶的 这么一个交织 这个交织的故事呢 他有一个背景的环境 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在今天出现了奇怪现象 对吧 高通货膨胀 高利率 高金融市场 那全高 怎么可能呢 谁干的 一小撮 对不对 绝对的一小撮 他们为什么受惠于这么干 打针 打针一小撮的代表福奇 全世界几十亿人被他干了 全世界几十亿人的政府听他的 他叫不了一小撮 然后呢 不关我的事啊 人夫妻说 不关我的事啊 说过 就这样呢 什么东西你不得适应啊 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我戴口罩了 口罩没用 为什么要戴呢 你为什么不戴两个呢 戴两个总比戴一个好啊 全是他一张嘴说的 科学论证 你得逐步来啊 大数据 你得有时间积累啊 错吗 一点都没错 对吗 一小撮 所以他有效 最有效的 当今的顶级的科学家 玩弄了今天崇拜科学的精英 就是无神论 进化论这些人 他没有传统思维 那具有传统思维的人呢 他就知道 他就得 这事不能这么往下走 所以在欧洲就出现了故事 而在美国呢 人们都关注钱了 所以在美国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来自于这个福克斯的 福克斯这个人呢 应该是很 咱们这么讲吧 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科学家 他是这么说 他就这么讲 很有名的金融学家 跟他的经济学家 这个人叫哈里特登 叫做哈里特登 股市大崩盘 比08年还要残酷 他说 因为08年积累过来的 他认为是10年积累过来的一个大泡沫 这个大泡沫里面 包括了无数个小泡沫 没有一个泡沫去崩溃的 通常市场调整 五六年 2007年08年 出现了两房危机崩了 他对应的是2001年02年 当时科技股的崩 所以他五六年就会调整一次 五六年调整一次 这一次他没调整 整了14年 他说整了14年 他为什么没调整 当市场出现状况的时候 美联储印钱 印了27万亿 进了市场 一要报就印钱 一要报就印钱 印钱就给了银行 银行就进了股市 股市就崩了 然后他就 这是人家 他经济学家 不是咱说这说 27万亿 他说就向辉达 他说辉达股票 在两周前拆股 一拆十 一拆十拆完了 三天就顶到 一千美元一股 开玩笑 我猜 如果他原来的股市 原来的股票 对吧 我们就说这 十亿股 一拆十就变成了一百亿股 那十亿股 是一千美元一股 一千亿美元一股 就说这意思了 如果拆完了三天之后 一百亿股 又变成了 一千块钱一股 那你得多大的虚盘子 哪来的钱呢 哪来的钱呢 他就讲说 他说这个东西就完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对比 他说仅仅在五月份 NASDA股票上涨了百分比 远远超过 这个道琼斯股票上涨了百分比 那意味着什么 就是类似科技股的疯狂 AI股的疯狂 他就讲证明 但是他提到说呢 最大的危机还是房地产 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房地产市场这么高价 这么高价 而他的性价比 跟他的这个利率比 他说这个时候买房子的人 他已经把他搞晕了 他说搞懵了 你今天买房子 如果按照等同对比的话 你要深印14年 就是2007、08那就是两房危机 他说堆过来14年 你再堆它14年 你现在买完 明天就崩 你再痛苦14年 那他作为房贷 如果买房贷 那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就提到说 这次的崩溃会远远超过大萧条 远远超过大萧条 那大萧条对美国人而言 那是痛苦的记忆 但太久了 90多年 80多年了 80多年前 那爷爷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就 因为80多年前能活着的 得百二来岁 才能知道当时经历 他就做这么一个 一个明确的一个内容 就讲股市的崩盘 他采用了一个词 就是人工刺激 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大崩盘 所以全是全是我们知道 福奇类似的经营感 在各行各业 这就是在金融 那他也金融跟 跟那个美联储直接相关 跟这些掌控者直接相关 他就提到说 去年12月份 他写了一本书 叫《一生的崩溃》 他做出这个预言 然后六个月之后 再次强调 所有泡沫都没裂 比大衰退大萧条 更大的崩溃 2025年到29年 那是一个自然的泡沫 这次不是 全是人为刺激 一生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他说如果一个人喝醉了 对不对 躺地下睡觉了 怎么办 现在的方法就是喝 一直喝到底 喝死为止 他说喝多了怎么办 结果现在意思就喝 喝的更多 永远用额外的资金 泛泛的经济 实际上可能会长期提高整体的经济 就是你看到的美联储 你看到美国财政局 你看到华尔街 都讲的是泛泛数据 失业率啊 对不对 今天等着通货膨胀数据啊 都是这 就这么表面上讲的 很少真正很细致的说 通货膨胀是由哪个什么原因造成 哪来的钱 对吧 哪来的钱 他没有 没有 没有人说 你听到就是数据 因为拿着现金的人 从政府上拿着现金的人 利用公布数据 玩死普通人 那当然了 甭管这数据是什么 我在操控的市场 借助数据 操控市场 玩弄那些 妄想一夜暴富的人 所以这 这就是骗 这基本上就骗手 这个骗手有点像 有个视频的是编的了 一个妇女开了个帮帮车 问一个小伙子 说你家有合同吗 我们家没合同 你家有合同卖给我吧 四块钱一斤 四块钱一斤 我们家没合同 你知道哪有合同吗 我不知道 你看到前面问 第二天这女的又来了 你家有合同吗 说你这人有毛病 昨天不是上我们家问来 是吗 我不知道 我哪劲都问 你家有合同吗 现在合同市场可好了 车上写的六块钱一斤 那小伙子就觉得挺聪明 看 谁没事吃合同 合同补大脑 现在傻人太多了 真没有啊 真没有 那我再看看 第三天又来了 你家有合同吗 他说你这有病啊 你不昨天跟我说 合同能补大脑吗 我昨天见着你了吗 废话 我在门口吃面 吃面的 你就见着我了 哎我怎么不记得呀 我可能贱人太多了 你家有合同吗 我收合同 合同现在卖疯了 那小伙子一看车上写 八块钱一斤 开玩笑 一天涨两块 你家没合同 那女的又走了 第四天又来了 你家有合同吗 你说你天天上我们家转 害我没事 我每天都有转 现在合同太紧跳 没人卖 但是市场抢的太凶了 太凶了 凶的简直没办法看了 你家有没有合同 那小伙子涨心眼了 多少钱一斤呢 十块钱一斤 十块钱一斤收合同 涨了四天 没合同这女人走了 小伙子就咋转 我猜这合同能发财 我猜 他怎么可能从四块钱 四天涨到十块钱 一会儿过来一老爷们 推着一车合同 从他们门口过 你们家市 你知道市场在哪儿吗 什么事 我卖点 卖合同 你卖合同 这市场不是没合同吗 我这不是囤下来 您这合同多少钱卖 十块钱 十块钱一斤 这个十块钱一斤 十块钱一斤 昨天收合同 刚才收合同 还十块的 你现在卖十块 这不是打平手了吗 有这事 不可能 那小伙子眼睁看了 十块钱一斤 那我都买了 你给我打折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都买了 我真都买了 有多少钱 九块钱吗 九块钱 小伙子把盒子一车盒子全买 然后呢 然后在家就敲盒子吃就完了 骗的 就这么回事 那为什么 贪了 所以那人家上的 那玩大户的 是从政府那儿拿钱 每小 每一分钟 两百万 三百万美金在印刷 那美联储 印出来钱 不会通过你的手 我的手 肯定是美国银行 大银行 对不对 那那就 已经就这样 咱不敢说叫坚守自盗 但是正常人 都对美联储 跟这个华尔街 不敢信 就说 这事不能 对不对 玩钱的人 那川普自己也说 美联储主席 他说我要上台 我得给他换了 永远用额外的钱 所以 但我们只有在看到 泡沫破裂时 才会看到 干了14年 通常只有 大多五六年 那干了14年 还没报 他说那这事 就很麻烦 五月份 纳斯达 上了6.9% 标准普尔4.8% 到琼斯 2.3% 上涨 所以这钱就是印出来 印出来的去推高科技股 AI回答 作为最典型 他就提到 AI一拆时 一拆时 三天后 股市上了1000美元 创历史新高 这不可能 但他就 就 就干成了 然后他提到说 标准普尔从上位下跌 86% NASA 下跌92% 他认为 可能台湾人不高兴 他认为 辉达将下跌89% 说孩子们一切都玩完了 别玩了 从来没有见过 政府在十年半的时间里 维持一个完美的人为的泡沫 什么都不让它发生 一直让这个泡沫做大 就是政府干 所以这是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高利率 高通货膨胀 高股市 高失业率 低增长 对吧 经济学家全是骗子了 因为他突破了经济学的理论 就这么回事了 他认为 2025年初到中期 走到底 摔到底 中心房地产市场 原因就是太多人手里有房子了 第二套 第三套 他从来没有这么多有房子 他说你没看 现在的中国跟日本 全是空房子 日本几十万套空房子 没有人 日本的福利很好 他的老人福利很好 他的整个社会的那种 就是他人文的那种凝聚力很高 他不需要买房子 中共国人跑那去买房子了 买房子 你得住哪 要不然你搬过去 否则的话就是投资 对不对 把钱给了人家 你要知道你买那个空房子 它背后有几十万栋 上百万栋的房子 就在那放 买完了就完了 钱给了人家 然后就完了 所以大的环境背景 他明确讲说不可能 潜在市场崩溃的抵押品 他认为这就是空房子 买空房子的原因 很多人以为有钱 然后你了解的周期 你没必要在市场顶端购买房屋 经历这种大大衰退 他认为有27万亿美元的刺激 来自于人工的 来自于政府 是极其疯狂的 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大疯狂 很多人我说的你不喜欢 但是随你便 文章很长了 朋友们想看就到福克斯新闻 刚刚出来的头版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援手与资助 可以让陶哥的声音 永远伴随着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